接着讨论一个跟选区划分相关的考题 他说选区划分关系着政党跟候选人的竞争方式 单一选区通常是引起政党之间的一对一PK 或是三党杀喀都然后互相较劲 什么时候叫单一选区 选立委选县市长 这种叫单一选区 行政首长是单一选区 那什么叫复数选区 议员啦 我们台湾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市议员 县议员有没有 什么乡镇市民代表 复数选区 听得懂吗 就是在同一个行政区可以选出 两个三个四个议员 那参选人可能会有十个 十个选出三个到四个这样子 这叫复数选区 那要如何判断当选 就是十个人当中我们就取什么 前四名前五名 看他选几个嘛 对不对 好那这种竞争差异在于什么 就是数量 看你是要选一个 还是要选一个以上的 所以选区的应选名额人数 会造成不同之间的一个竞争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A 至于呢这个面积啦 候选的人数随便 我们这个没有规定 你要20个出来选 我也没意见 那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相对啦 不用去管什么绝对 好不好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A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